你有何時他要把你簽個版新的 我們那時候的心態是 可能講一講之後 也不會聯絡我們 過了一個禮拜 他們的助理又打給我說 因為我們不是有教你們 教Demo 我說原來是真的 讓天后等一個禮拜 近期講入圍的心情是非常興奮的 這是第一張個人專輯 算是 對 第一張個人專輯 真的很就很 很容易就入圍 美姊後來是怎麼回事 就是剛好他開了一家那個POP 剛好那一天演出 美姊就有來現場看 然後我們結束唱完的時候 在台下等他 那一天就開始有聊過 剛開始是希望我們丟音樂給他 Demo 對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們沒有想太多 我們那時候的心態是 可能講一講之後也不會聯絡我們 那時候我很久我都沒丟 因為我覺得這樣就算了 過了一個禮拜 他們的助理又打給我說 因為我不是有教你們教Demo 我說原來是真的 你要把握這個機會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也不會做Demo 就上去YouTube 然後下載我們的現場 你表演的音樂再丟給他 我乾脆看YouTube就好了 我還要等你下載這個 結果還不錯 那時候老闆娘還是聽了 就滿喜歡的 讓天后等一個禮拜這樣 我們一起在做音樂的合適 那時候同期應該就是 JOMASKA 這次你在台北那時候最好的 對 對 只有唯一真正的音樂人 對啦 還有人 DONIU 對了 人家是恩師 不能鬼混的 秋心就是恩師就是 因為他我們上台北的時候 他得知都要開始找我 對 找到我們就說 他這裡很多資源 他知道鄉下上來的 你應該什麼都沒有 他的資源都給我們 吉他 貝斯 那時候真的幫助很大 去年跟你聊的時候 你那時候講說 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時候有回公地去工作 對 對 對 而現在是檢查吃磚 就這樣的工作 大概收入 平均的話就是跟一般上班族 差不多四五萬左右 你為什麼要爬那個什麼 我就說 對啊 把那個薪水高到 我不想上課了 他生氣耶 把我拉到外面 然後這樣唸唸唸 快一個小時耶 你好不容易做的音樂 然後你好不容易 已經發專輯了 那音樂不是你喜歡的嗎 就很像我爸爸在唸我 到最後說幸運我在開玩笑 就算你在開玩笑 我覺得你有這個想法 然後我媽媽也在 發生什麼事 沒有 沒事啊 然後當天晚上 把我們樂團全部 叫到 叫去來吃飯 然後我的團員就說 欸 不錯 都是你耶 讓我們吃了這個免費的餐